说是黑帮的帮主,自从走红开始就一直被网友黑,迪丽热巴也曾在采访中谈起这个问题,自己做什么都会被怼的,不过已经习惯了,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了,近日晚上七点多钟,迪丽热巴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了五个字的动态,不到三个小时就有近两万人评论了,刚有网友直言怒对胖迪的真实原因,好一段时间没有更新微博的迪丽热巴, 还配上了两张美美的测验照,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有近二十万网友点赞,近十万网友准发,迪丽热巴的高人气可想而知了,当然这离不开胖迪的努力和对粉丝的爱了,迪丽热巴在微博中更新了五个字,吹风车嘿嘿,还配上了两张自己吹风车的照片,一下子网友就炸开锅了,在迪丽热巴微博的评论区热议道,在迪丽热巴的微博评论区,网友们是这样写道的, 迪丽热巴,你老说我们喜欢怼你,你看看你每次微博故事都不露脸,你来说一说不怼你怼谁呀,很多网友都对迪丽热巴发微博不发正脸感到不满,原来这就是大家怼他的原因呀,对于网友的评论,小编还特意翻阅了一下迪丽热巴在微博中发的照片,貌似迪丽热巴发的正脸照片确实很少,正脸的照片要么是艺术照, 要么就是远景照,还有一些都是迪丽热巴搞怪的照片了,胖迪,这一次小编也帮不了你了,首先你的微博确实正脸照太少了,重点是小编觉得网友说的蛮有道理的,会演戏,会跳舞,而且身材也好, 为何就不愿意多发一点正脸照片满足一下我们这些胖笔粉呢,如果迪丽热巴多发一点正脸照,想必大家就不会再有对你了吧